哇 这边的城都打着广告 厂逢出租了 你看一下 当一城厂逢出租啊 这一路下街都是广告 空厂逢出租的广告 你看一下 然后那边穷松的话 也写着附近一万两千五百屏风厂逢出租啊 可办环凭 大家好 我现在在广东江门市开平市 江门开平市 然后发现这个路上 很多打着那个空厂房招租的广告 你看一下 连那个墙上都写着 一万两千屏风厂逢出租 这一路下街全部都打着那个空厂逢出租的广告 一起去看一下 这个穷松的话 都是垫满了那个厂逢出租的广告 哇 大家发现没有 现在墙壁上跌的都不是招工广告 招工广告的话 都没有跌几张 跌的既然全部都是厂逢出租广告 为什么跌的都是厂逢出租广告呢 这里面肯定是因为是 可能这一两年啊 可能是厂搬走的 或者是倒闭的多嘛 所以又有空厂逢出来了 所以墙上又贴满了那个 厂逢招租的广告 你看一下 是吧 全部都是厂逢招租啊 然后招工招工广告的话 你看就看到一张 你看 这边好像一家电子厂倒闭了 电子厂要倒闭了 什么烫电子游信公司 这家电子厂一看就是倒闭了 因为里面一个功能都没有嘛 你看 这么大的电子厂 这一家工厂是倒闭了 一个功能都没有 你看一下 是吧 很大的电子厂 这个电子厂是倒闭了的 倒闭了 倒闭了多久了 一年了 原来不是很大的吗 是吧 有了好多人 以后就没人了 三 整个人还三个人 两个宝宝没到一东西 现在里面就剩下几个人了 三个 那电子厂倒闭了 那电子厂倒闭了 你们生意都差很多了 倒闭了一年多了 工长听那个卖小吃的那个阿姨讲的话 这家电子厂倒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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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闭了三亿都不好 你看这边的店面全部生意都不好 这家电子厂非常的大 原来很多人的 现在里面的话就剩下三个保安了 就在对面的这家厂 这边原来是一个交易市场的 你看一下 不知道是什么交易市场呢 但是现在的话 这个交易市场的话 一看就知道 它已经荒废掉了 你看一下 是吧 已经荒废了 完全荒废掉了 你看一下 进去看一下 这个交易市场应该挺大的 但是就是 荒废的 看到那些 店面就知道 你看一下 是吧 以前是曾经开购的 是吧 哇 大部分都是没人住了 你看一下 可能是成为人家一些出租物了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PY市场 你看一下是不是挺大的 这边一片一片都是 你看现在全部写着出租出租 说明这边呢 又是一个吃饭的那个批发市场 你看这边写着望楼昭州 望楼昭州的 这后面的话都成了那个收费品的场地了 你看一下 你看这些店面你看全部荒废了 拿收费品的人把它放费品了 这边过不了了 所以躲掉了 这边写到那个本店铺 卖15万 有鬼要马来有什么用呢 这边呢 都变成那个杂七杂八的东西了 都变成一些出租物了 这边呢 看一下 是吧 原来是店面的嘛 这里面就不进去看了 这边还曾经开过内南京配建宏的 你看一下 但是现在都完全倒闭掉了 你看这些店面全部都关掉了 所以说在这边买过店面的松家的话 就亏死掉了 你想一想 是吧 一片荒湖 全部都是空店面 所以说这些倒闭的这个市场的话 现在就只有一些那个在那边租房子的 或者是买了店面的人住在这边 生意是做不成了 你看那边曾经是内南京配建的 哇 这个厂房的吧 都是 长草了 你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厂房 荒废成这样子的 都长满草了 这个垃圾对边的话 竟然有人坐的 你看这边一个那个垃圾桶那么大 然后这边的话 有人坐在这边 哇 还有一只猫 老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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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样有一只猫 真是奇迹 真没想到这个垃圾堆旁边的话 这边搭了个非常简易的棚子 你看这棚子既然有人坐 但是现在的话就人不在 那边还养了猫啊 里面要搭了一个非常简易的棚子 你看封了很多水果 坐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去 我也知道 然后这个垃圾堆 这个祝福旁边的话 就是一家倒闭的工厂 跟那个倒闭的市场的 工厂看过的